要不要解釋一下 公書 定價變成公書 這個會議記錄 這個是幕僚前的嘛 前一天我忙到大概半夜12點 差不多1點鐘睡覺 凌晨4點起床 這個算 私人的行程還算公務活動 這我們不用再去講 再講都沒有意思 我們在外面 為了農民愚民再抽 再拚訂單 在台北 在台灣的內部 沒有必要這個時候 找一些很奇怪的批判的點 一點意思都沒有 等我們回到台灣沒有關係 所有的批判放馬過來 我韓國瑜等你 不要我們在外面 幫農民愚民打拚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放冷箭 非常的無聊 好不好 回去台灣 我們再來 覺得這東西絕對是市府的人 流出來的 為什麼 因為以前我在市府待過 他的程序應該是怎麼樣 因為市政會議的主辦機關 是叫研考會 我們新北市是研考會 研考會會有幕僚作業 比如說他聽完了所有的紀錄之後 他就把它打成會議紀錄 就會從承辦人開始 一一往上成河 比如說研考會 會路過很多人 研考會裡面又有很多人 然後再到府本部 府本部最後才會到市長那邊 市長看過之後才會出去 這個公文一定他還在流程當中 就被人家放出去了 所以這個事情是100% 絕對是幕僚作業當中 所以韓市長根本就不可能 會知道這件事情 他根本就沒有看過這個公文 這個事情小到什麼地步的 這個事情就像一般的承辦人 他打公文可能不小心打錯了一個字 或者他的想法跟他長官不一樣 因為隨時都會被退回 根本就不是一個定案的東西 所以坦白講我覺得網友 拿這個事情拿出來講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無聊 而且這個網友其實是查得到的 因為他是在PTT用了一個帳號 把它公布出來 如果硬要查的話 去查他的帳號 他的帳號以前發過什麼文 現在大家露說都很厲害 一下就找出來了 只是說看韓市長要不要做而已 我是覺得高雄市出現這樣的狀況 其實我們以前在市政機關 如果遇到這樣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會很生氣 就是說你是公務人員 你公務人員是拿人家納稅人的錢 你要幫人民做事 你不好好做事 結果你一直在扯你的長官的後腿 而且用這麼無聊的事情 會很打擊內部的士氣 而且讓大家覺得很無聊 這剛剛靜德講這件事情 我澄清一下 其實我那天的想法應該是這樣 因為我一直感覺說 韓市長他很有企圖心 他喊出很多口號 或者是很多實際上的做法出來 像他這次去馬來西亞 我也看到很多民進黨人批評他 就是說你簽的是1億元的MOU 不是訂單 MOU跟訂單不一樣 訂單才有實質採購 MOU只是一個異項 不代表什麼 人家不理你也沒辦法 你講這個話又怎麼樣 你以前民進黨你有簽過MOU嗎 人家MOU就是一個 往前進的一個里程碑 就是一個進步 而且你這個態度做出來 其實可以吸引到很多 吸引到很多注意 人家發現到原來高雄 有這麼多農產品 高雄有這麼多東西可以外銷 我趕快去跟你接洽 其實我有這樣的效果 而且我曾經有個農委會的朋友 跟我講 因為我就有點調侃他們 我就說 韓國瑜 韓市長現在推動外銷 你們有沒有壓力 因為他好像做得比你們還好 農委會的朋友私下跟我說 他說其實我們以前也都有做外銷 可是我告訴你 韓市長還真的幫了我 我說怎麼這樣講 因為我們以前做農產品外銷的時候 到外面去我們要出團 我們要跟當地人接洽 或者是跟當地的商家做一些溝通 本來外管或其他單位不太理我們 就放給我們自己去聯絡 我們好辛苦 可是現在當韓國瑜 一開始推農產品外銷的時候 農委會得到好多不同機關的幫忙 大家因為要跟韓國瑜一絕高下 所以全力來協助 良性競爭 其實你說韓國瑜做這事情 沒有幫助 他不只幫高雄 他幫整個台灣都有貢獻 大家都動起來了 都動起來了 所以有的時候不是說 你去吹毛求吃 這個是MOU 不是電影單 不是這樣 而是你的企圖心跟態度出來 所以我才會跟我們的 經濟發展局的局長講 我說你不要一直喊口號 招商一條龍 我們要協助企業什麼 就環境法令各方面做協助 這個沒有用 你要喊出一個實質的產業發展 就像高雄喊愛情產業鏈 我是做婚紗的 我自然而然我就會去高雄去 因為我覺得有前景 所以你新北市 你也要提出相關的配套 比如說你要做新經濟 或你要做影視產業 我是相關 我才會去 所以我是期許他有企圖心 顯然有人看到這個之後 他不是想說你去把它更正 市長不是公出 市長是請假 他居然故意把它露出來 然後故意讓媒體來做報導 這個居心何在 這個就是告訴我們說 高雄市政府現在 應該是有內軌的 或者是有人要扯後腿的 或者有人見烈欣喜 想說這個東西可以來 來某種程度上抹黑市長的一個形象 很可惜的 結果可能會告訴我們大家 就是這一些抹黑是不會得逞 不只不會得逞 他甚至反過來更加凸顯了 韓國瑜他本身 他不避諱 他也直接跟你怎麼樣 直球對決 正面對決 就是告訴你 我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我市長沒有錯 是責任制 但是市長也不是說都不會生病 市長也不是說都不用休息 也就是他作為一個市長 他該扛的責任 他該負的責任 他一點都不會避諱 也不會逃避 也不會謝責 這個反而讓韓國瑜本身 他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更坦然的說出 他心裡面的想法 還有他對市民 他承載的那一種責任感 反而會讓民眾覺得說 這樣子的市長 是我們可以來靠的 我們可以相信的 我們對他是有期待的 我們民進黨沒有這樣對侯友宜 所以應該看起來 這次我覺得是民眾的意見 比較重要 我記得過去看一些新聞畫面 可是那是市政府內部的人 流出來的 這有可能是市民內部流出來的 但是我覺得這真的 整體在社會效應上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尤其現在大家都知道 其實韓國瑜 他的拼拼三郎的態度 大家都認可 我還記得在某個畫面裡面看到 有民眾拿一個紙板 寫說拜託嘉芬姐把韓國瑜關起來 我說嚇一跳 他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幹嘛把他關起來 拜託把他關起來休息 你看過年的時候 韓國瑜休息 大家都很認同 你看反而變成一個過年的大新聞 韓國瑜終於休息了 所以民眾的態度是如何 平常就知道他是拼命三郎 我記得原資那時候 也在議會有特別講 你們為什麼 侯友宜的團隊 不把侯友宜 也變成這樣的形象 人家高雄可以獲盡區的人出來 然後每天韓市長跑來跑去的 為什麼沒有看到侯市長 也這樣跑來跑去 其實我想 這都是行程安排的問題 至於這是你的質詢嗎 這是原資的質詢 我在現場為他鼓掌相當用力 我想這是所有六都的 對 真的 真的要積極一點 等一下讓原資 原資原味的敘述一下 他當天的說法 我當場為他鼓掌 為什麼 其實現在就是需要 各個地方首長有一致的態度 像韓市長這樣去拚 你看這麼早的行程 我們大家都知道 不要說市長 民意代表 本來就沒有固定的休息時間 如果能找到一點點休息時間 一定要把握好 尤其韓市長建議 顛覆著高雄未來發展經濟 甚至整體大家 人民對他的信心 這樣一個偏經濟的火車頭 我想如果小鼻子小眼睛來看的話 無論什麼內鬼不內鬼 這真的是越幫越忙 我必須說如果是 我們民意黨的態度 也不見得會用這種小小的事情 去做檢討 真的是非常沒有必要 如何大家重新帶起一個信心 譬如說我們如果在韓國瑜 出國的時候 後續農委會能幫他多慢一點的話 是不是大家互助互利 能讓台灣更好 這才是更重大 更遠大的目標 韓市長他做了一個非常好的示範 就是說原來一個直轄市的市長 可以做到這麼風風火火 就是說從選舉前當選到現在 你看多久的時間了 已經是兩個月的時間了 然後他真的可以用馬不停蹄來形容 過去有這種能量的大概 堪稱是馬英九 他所有的行程 就是這種鐵人行程 韓市長他是另外一個 就是說他繼鐵人行程 但他每一個行程就是所到之處 民眾又都非常的歡迎他去 你看他到馬來西亞也好 到新加坡 特別是到新加坡的時候 華人最多的地方 在那個機場接機 有人開玩笑說 這是三三在新加坡 也造了一個小三三 在新加坡機場 就是說當地兩三百人 然後是一種很轟動的 大家很熱情的歡迎他 大家要想一個現象 就是說為什麼 韓國瑜這麼受歡迎 連遠在海外的華人 都這麼迫不及待 想要看到他熱情的迎接他 因為他拚 而且他拚 他是為高雄市民而拚 我覺得這一點 其實是無庸置疑的 所以今天傳出這一個公文的事件 我真的覺得 這是非常小知小覺的事情 好嗎 這個網友這麼在意是不是 你是不是算已經講了 那公出就改回 並假就這樣 結束 如果這位網友也看不見 這個韓市長之前的這一些 就是直播到深夜 已經到凌晨 凌晨之後只睡三個小時 然後又到了漁港 這個你通通看不見 也可以 你這麼斤斤計較這段時間 他不是公出 你只在乎十點 他就不是公出 好 那就是並假 你滿意了嗎 就這樣子 然後就結束 因為這個根本不是一件什麼大事情 你要從本質上來看 韓國瑜本身他想要幫高雄拼出一條路的 這樣的決心 看起來是非常堅決的 所以他又用行動力來告訴大家 他可以做得到 五天四夜 他這麼馬不停蹄的 一下子到馬來西亞 現在到新加坡 然後要五天四夜的行程 積極就是要招傷這兩個字 所以我認為這個民進黨裡面的人士 真的也不要過於眼紅 或者想要在後面去做扯後腿的動作 這個只會對民進黨傷 我希望民進黨多一點的人 是像俊哲這樣子 就是有比較大的心胸跟氣度 覺得說韓市長如果做對的事情 我們其實都是支持他這樣子 如果這樣子 民進黨其實才有機會 要不然你看看你們總統府 發言人的例子 對不對 什麼事情不好說 然後自己自以為文采非常好 然後發一篇臉書 結果現在包子大紅 熱賣 他也推動了包子產業鏈 是 對 也是有間接助攻包子產業鏈 但是其實恐怕也幫民進黨 丟掉了一席江山 就是連新北這一席 恐怕都是會讓三重的包子頭 鄭世偉因為挾著包子的威力 鄭世偉現在每天限量發行的包子送 只要看到包子 就想到韓國瑜 就想到鄭世偉 你看這個發功發得可厲害了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人士 真的不要算錯了 你今天就是正事不辦 然後想要做扯後腿的事情 或者是發一些酸文 真的只會天彩火 幫韓市長天彩火而已 因為現在我發現在 台灣民眾的心目中 他們已經認定一件事情 就是說韓市長是做事的人 而且他想幫人民做事 當然一個人是想做事 而你扮演的角色是扯後腿 潑冷水 你覺得民眾會站在誰那邊 其實非常的明顯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 也不會變成是大事 倒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韓市長也會心情受到影響 他難得他這幾天很少看到 他為什麼事情動怒 這件事情我覺得他是有動怒 你可以理解一個人 當他辛辛苦苦在前線 作戰 打仗 要拚訂單的時候 然後後方傳回來說 有人在搞這種小動作 只是因為他是病假還是公出 就是這四個字這樣子 他不發火嗎 他如果不發火 大家還覺得奇怪了 就是會覺得說 怎麼會有這種 我相信他心裡已經想說 怎麼團隊還會有這樣子的人 就是說 真的就是大事情 大家急著在做的事情 他不幫忙就算了 然後還在這種事情上面 試圖想要就是 扯他後腿 拉他一把 我覺得這個真的 不是一個好現象 所以奉勸 我覺得可能在市府的 團隊或民進黨內的人士 他可能是覺得他很愛黨 所以他一定他不甘願 陳其邁沒有上 他到現在他還是在不甘願 他覺得韓國瑜哪有那麼好 開玩笑 我一定要把你的 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你中間有一點小缺點 我就要把你抖出來 然後要把你的形象就是 你不可能是這麼好的人 我就是要把你抖出來 還暴死的這一種心態的 我覺得還是有 但是我真的奉勸了不要 為了高雄市的發展 真的高雄市已經沉疾太久了 好不論遇到一個有魄力 有衝勁的市長 真的讓這個韓市長可以 大幅的幫高雄市民 好好的辦一些大事 好 gäb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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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